那我就來個翻譯版 就是兩邊反正寫一樣的東西 然後你自己再比對一下 你會發現 比如說我今天要把它改寫成 Excel VBA 的版本 其實寫法都一模一樣 跑起來也不一樣 最大的不一樣是說我執行的時候 它跳出來是一個 Input Box 剛剛是 Input 現在在下方 現在是跳出一個 這個叫 Input Box 那比如說我輸入一個數字 這25 Enter 那跳的話因為那個 Python 下面可以 Console 可以丟東西 這邊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丟到儲存格 不過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就丟到一個 Mesh Box 所以 Enter 之後的話 它會跳一個 Mesh Box 不是直數 類似像這樣 那執行的話 假設 53 是直數 那也就是說我把那個 幾個地方稍微改一下 其他都一樣 包含就是說那個 Input 改的 Input Box 所以第一個當然我們一樣是增加一個模組 插入按右鍵插入模組 然後一樣是一個 Sub 那這個 Sub 裡面的話就是 把剛剛的邏輯帶進來 那裡面的話就是把 Input 改成 Input Box 然後如果這邊的話一樣是一個 Function 那 Function 在哪裡 Function 在上方 OK VPA 寫法是這樣的 就是你要是叫 Function OK 然後名稱傳引述給他 那也就是說我這個地方一樣傳給他 但是有哪些地方不太一樣 特別注意喔 其實這寫法都一樣 差別就是說第一個 4 的回圈我剛剛講過 有沒有 4 i 等於第二個 到他自己本身減一 那前面的那個 Python 的寫法是用 Rang 第二個的話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邊又剛剛是用 Person 有沒有 這邊的話用 Mode 那等號的話這邊一個 那邊兩個 其他應該沒什麼 再來就是 Then 如果是的話那一樣等於 1 那另外 Break 有沒有 那邊叫 Break 這邊叫 Is this for 如果你是 Why 就 Is this why 特別是喔 如果 那如果你要整個跳離 整個程式的話 那就 Is this function 或是 Sub Is this sub OK 特別注意 相較之下 其實也差不多啦 只是說不用引用 Always 然後 那 Return 回來的話 那個在 Python 裡面是寫那個 Return 然後一個 Result 這邊的話是什麼 把這個東西 再丟還給他這個 Test 本身 寫法稍微不懂 不過我是覺得如果 這些細節你都 因為我寫習慣了 每天反正都寫過 然後我就比較一下 不管以後什麼 反正就是知道這個轉換的方法 以後兩邊管他寫什麼 反正如果你這邊要 那我就把它改成你要的這邊 那如果另外一邊要 那我就改一下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蠻多地方是都相似的 好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你就可以把結果給跑出來 至於就是說 如果你不用 Function 的版本的話 那你也可以另外再寫一個 所以這部分我想 還是需要花一點時間 關於 VBA 那這個部分是額外 因為想到如果你兩邊都OK的話那更好 那還有一個部分 VBA 有一個跟 Python 不一樣的地方 就這個 Function 有沒有 不只是 VBA 可以用 在這邊也可以用 插入函數有沒有 它會多一個使用者定義 那那個叫 Test 也就是說比如說我今天想要判斷什麼 1到多少呢 1到不用太多啦 Ctrl 鍵按住 假設1到30好了 哪些是指數幫我列出來 那你其實可以插入函數有沒有 用 Test 然後呢把這邊加一個什麼 給他這個參數 按確定 向下填滿 0的話有沒有 馬上就判斷出來 0 對有沒有 如果你給更大 那個 Excel 裡面的好處是說你寫的 Function 你不一定要在 Sub 裡面執行 你可以在這個 Excel 裡面也可以執行 因為兩邊都可以用 所以相較之下 當然 Excel 我覺得視覺化這部分 其實是當然比較強大一點 只是說可能怎麼去使用 我想就是各位可以再去試試看 那剛剛這個 Function 特別重要 這個 Function 是因為我在哪邊呢 在我的 VBA 裡面 產生了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裡面 我插入一個 Function 而且是要 Function 名稱叫 Test 這個東西將來也會在哪邊出現 在這邊出現 也就是說你這邊可以被 VBA 使用 比如說我這邊可以被它使用 也可以在這邊被使用 兩邊都可以用 所以你寫一個 VBA 的 Function 兩邊都可以用到 那怎麼使用它很簡單嗎 你就是插入函數 它這邊會有多一類 叫做使用者定義 所以以後的話 你可以針對你要的東西 就把值先放在這邊 所以你外部資料一舉 通通列出來 馬上判斷完畢就知道結果了 所以相較之下 當然 Excel 裡面會多一點點 比較不需要特別還要寫程式的地方 只是說你可能兩邊還要比對一下 哪一個方法比較適合你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也把最後比較的畫面截圖放上去 再來各位也可以想想看 另外還有一個練習題 1到12月的英文 當然不只是這些 如果你要寫一個什麼音翻中中翻音 像全民音檢的這種練習題 比如說你今天要人家看到英文打中文 看到中文打英文 那類似像這樣 那我這邊有個叫Mans CAI 的一個小程式 那這個程式裡面的話 我大概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還有拆數字遊戲 還蠻好玩的 主要就是有一個遊戲的感覺 那我可以怎麼樣 執行它 然後Run 一下 這邊的話 這是幾月啊 如果我亂拆 3月 答錯了 那你在亂拆 還不對 反正你 不對呢 它就會怎麼樣 一直跳出問題 直到你答對為止 也就是說這邊其實 預設是一個無窮鬼圈 就是你沒有答對 就跳不出來就對了 不過也是1到12個月嘛 就是你在怎麼樣 你亂拆 再怎麼運氣不好啦 你拆個12次一定是對的 所以 4 按Enter 答案正確 就跳離回圈了 就break掉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大概有幾個邏輯 第一個 你需要一個清單 1到12月的英文 OK 那你想說老師那1到12月英文我不會拼呢 怎麼辦 你1月就會 你會拼1月就好了 為什麼呢 你會拼1月之後 你就把1月有沒有 輸入到以Sale的某一個出生歌 然後你把它向下填滿 到12月 就會有1到12月 好 但前提是你要1月要拼 OK 你要只會 1月連1月都不會拼 那沒辦法 1月到12月都有 好 那我們有個清單之後 再來你要怎樣 要放到python裡面 第二個亂數跑一個 你又要亂數 亂數隨便抓一個月 把它的英文秀出來 秀出來 在這邊會產生一個句子 問題為把亂數產生的那個月份的英文放在這邊 這是幾月呢 請大家回答 OK 那回答之後的話 要讓兩邊match之後 它顯示答錯了 答錯 如果它輸入錯 兩邊不match 答錯了 這個時候呢 它還是進入回圈 繼續跑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相較之下 因為它沒有一個範圍 它只有對跟錯 沒有範圍喔 只有是非喔 只有對跟錯啦 對跟錯的話 那這個地方很顯然的 用快爾回圈是絕對是 比較好 比較好啦 因為如果你用for圍圈 你怎麼知道它打幾次 不過你也可以用for圍圈 你把數字拉帶一點 可以 可是感覺比較不合理 因為這個地方是要答對 就跳離 答錯的話繼續 繼續回答 那怎麼顯 請各位試一下 待會我們會需要幾個重點 一就是你要imput一個 產生亂數的一個外部的一個類別 叫random 這個random的話 裡面有個方法叫random range 就是亂數跑一個範圍 OK 第二的話就產生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呢 我名稱 這個清單實際上就是一個 前面好像我們第一次上課講過 就是中瓜湖 中瓜湖就是一個叫串列 裡面就放1到12個月的位置 OK 那細節部分我想各位先想想看 我的畫面先還給各位 待會再來看這一題